花莲市一名正姓男子今年2月份因为中风住院治疗 他因为没有办法工作让家庭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 国联里长林静芬得知之后赶快通报施工所社劳克 也启动了社会安全网 市长魏家燕特别前往制证了急难纾困金 也备妥了食物银行的一些物资 期盼郑先生能够安心休养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花莲市一名正姓男子与他的妻子育有两名小孩 为低收入户家庭 没想到在今年2月又因为脑梗塞中风组员治疗 顿时间无法工作让家庭失去重要的经济来源 他原本就已经是低收入户了 然后前一阵子就是工作也不是很稳定 然后现在就是后来发现他说 他太太打电话说他先生中风 然后我们就赶快第一时间就赶快过来探视这样子 希望他赶快身体好起来这样子 因为毕竟还有两个小孩 11号上午 华联市长魏家燕也在社劳客长小子卫的陪同下 前往探视真心男子一家 除了亲自送上急难纾困金 并备妥食物银行的民生物资 期盼他能安心休养 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那我们今天也启动了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的这个机制 那也拿了我们的慰问金 跟我们一些食物银行的部分的物资来提供给我们的郑先生 也希望在这段期间他就要好好休息 那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植物县的我们的赵瑞平理事长 以及我们的林静芬理长 那两位理长都非常关心我们这件个案 那我想有两位理长的关心之下 我想个案一定会好好的康复起来 而花莲市公所舍劳客在获报后 除了立即启动社会安全网 同时也转介植物县慈善协会一同前往关怀 看到我们的郑先生 他们的家庭真的是需要协助 那我们植物县文教慈善协会多年来 一直对于理长村长给我们讲的一些需要协助的民众 我们都能够在调查之后给他们一些的资助 那也希望我们社会大众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扇行 来协助这样子需要度过一些难关的家庭 卫家宴提醒民众 如果发现朋友邻居因家庭突发事故或罹患疾病 而导致生活陷困 急需外界协助 请大家主动给予关怀并伸出援寿 通报当地里长或里干事 公所承办窗口 在获之后会与案家联系 了解室友并给予后续转介及资源 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记者徐立琴华联系报导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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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